西洋生 那么西洋生从植物来源上来说呢 它也是属于五家科人参俗的 和前面的三妻人参 他们都是一个家畜里面的这个几兄弟 或者这三种药呢 就是三兄弟 这个地上部分呢 也是大同小异 地下部分呢 也是从形状 性状到一些气味 以及内在的化学成分 那么都大同小异 因为这个西洋生呢 最早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主要在北美洲 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 所以相对于 比如刚才这个我们讲的人参 产在日本的就叫东洋生 那么和这些相对而言呢 就把这个品种呢叫做西洋生 西洋生和人参 包括日本产的人参 东洋生植物的品种不一样 它不是同一种药 这个西洋生呢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呢 尤其是在远海地区啊 或者港澳地区呢 喜欢把它叫做花旗生 也是它原产 主要在美国 那么人们常常把美国的 那个新条旗 称为花旗 所以也就是产在美国的一种 特殊的生的意思 所以有这种名称 现在呢 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 辽宁或者吉林 以及北京的一些周边地区呢 已经开始营种 而且这个产量还不少 所以现在市场上 我们见到的西洋生呢 有进口的 有美国或者这个加拿大进口的 但是更多的大量的 都是我们营种以后国产的 这个学了人生以后呢 这个西洋生呢 和人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就是说西洋生在补气方面 和人生是基本相似的 也就是说西洋生也可以补元气 它可以用于元气虚脱 这个梅西欲绝的 这样气息微弱 这样的一个众为的患者的时候 作为急救药物 那么对于这个脏腑的气虚症呢 它也是着用在肺心肾脾 这四脏用于这个脾气虚 心气虚肾气虚 和这个肺气虚的患者 这个是大同小异的 那么不同的地方呢 有两点 第一点呢 从总体上来讲 西洋生的补气作用呢 略于的差于人生 就力比人生相比呢 骚训 骚训 没有那么强 尤其是在一气就多 在大补元气的方面 一般是用人生的多 用西洋生的比较少 也就是说它这个作用呢 相对于人生来说呢 它的强度不太够 要弱一点 对于这个脏腑来说呢 尤其是一般的脾气虚 洗养生呢 没有人生用的多 这个因为是从中医的理论 脾是洗温罩的 脾洗芳香 而洗养生呢 是兼有苦含性质的药 不为脾所洗 所以脾气虚 用的比较少 但是肺气虚 心气虚 甚至于肾气虚 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使用 也是力量呢 稍稍弱一点 这个第一点呢 就是两个字 力较弱 力辱 两者相比 但是洗养生 也是一个补气作用 相当强的 但是就和人生相比而言 它显得稍差一点 那么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是更主要的 洗养生不但是一个补气药 同时还是一个补阴药 这个补阴药呢 是我们以后要讲的 典型的补阴药 典型的补阴药 就是以寒热两分的 就是治疗虚热症的 就是轻补药 所以它既能补阴 又能轻热的 所以这个洗养生 在功效里面 它能够不但补这个 肺心肾脾的气 而且能够养肺心肾脾的阴 它兼有相应的侵脸作用 所以更多的是用于 比如说这个元气虚 兼有这个阴虚的 就是说气阴两伤 这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它用在这个深眉闪 如果出现的气阴两伤 没动养阴 这个吸养生呢 补元气 那么这个可能比用人生呢 更适合一些 另外对于肺气虚 又兼有肺阴虚 而又有肺热的 这种臭热咳嗽 肺气虚又兼有臭热咳嗽的 不仅仅是这个声音笔尾 气息微弱 比如说有这个口操言干 谈比较粘稠 那么吸养生比人生更适合 那么心阴虚也是兼有心反 热血扰心 允须生内人 既有心阴好伤 又有心人内生 这种情况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那么吸养生都是比人生 这个温补呢 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吸养生和人生的主要区别 那么在张希纯的 衣血冲中参息录当中呢 就有非常精疲的这种概括 非常准确 在这个张希纯的衣血冲中参息录当中呢 就是说这个吸养生呢 其性良而补 不但它是一个补气的药 但它的药性呢 是偏于含良的 但我们书上说的是偏于苦寒 这个苦就是能够倾泻 苦能倾泻 这个吸养生呢 性良而补 凡于用人生 而不受人生之 温补者 就是说凡是在临床上 准备用人生 但是呢 这个患者有不受人生之温补者 不接受 或者不太适应 凡于用人生 而不受人生之温补者 结果以此代之 以此就指的吸养生 那么也就是说 吸养生和人生 相比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它的药性 偏于含良的 所以对气虚 而兼有热的 或者兼有淫伤 淫虚顺累热 它比人生更为适合 就这么 这一点区别呢 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 吸养生学呢 就通过和人生的比较 这是主要的方面 它又有一点不同 在补气方面 另外在这个神经方面 当然我们前面讲这个 人生是七分输阳 三分输阴 那么吸养生呢 它既是补气药 本身又是补阴药 那至少可能就是五五开 所以就不完 主要不是仪气生经了 可能直接养阴生经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效 所以它更适合 这种气筋两伤的口口 或者这个小口 这个和它补气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至于这个安神真治啊 这样的一些呢 回避了 到底吸养生能不能代替人生 或者能不能有人生的类似 现在这个证据还不充分 所以我们一般的书上 对这个问题来都避而不谈 值得进一步的观察 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如果说要同学们 比较人生和吸养生的时候呢 那么主要就是补气 和这个神经这两个方面 那么抓住呢 这个吸养生是个气阴双补 它既是个补气药又是个补阴药 它的所谓性能也不一样 都是这样来的 药性当中的含性 药味当中的苦味 都来源于它是个清补药 苦能清泄 这个呢 我们今后学了典型的补阴药以后呢 这个认识还会加深 这里呢 简单的初步的把它 有一个印象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吸养生 书不书于十八反 在有的书上呢 吸养生也列为十八反 就是诸生 诸生 那么我们认为呢 过去的这个口诀当中的诸生 应该是神龙本草经 那个时候使用的诸生 在神龙本草经使用的生 只有五种生 人生 杀生 苦生 玄生 单生 所以有的这个十八反的国诀里面 写的就是五生 就不是诸生 明确的 就是限定的 当时用的 那样的命名当中有神 这样的五种药 那么这个吸养生呢 那么我们书上呢 除处是真兵本草备药 这是后人 在本草备药 夹的 本草备药呢 是清初 王郎编的一本书 后来呢 有少量药物的补充 所以这个呢 最早使用就是在清代的初期 也就是三百来年 所以这个 它不属于这个神龙本草经里面的生 所以我们认为它不应该 轻易的 或者没有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也认为它是反离卢的 当然本身这个西洋生活离卢同用 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几乎不可能 但是 要加上把它作为十八反的内容呢 那也是要有科学性 那么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呢 所以我们这个教科书呢 没有在使用主义当中 有这方面的要求 这个呢 说明一下 所以西洋生活人生比较呢 相对就次要一些